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焖锅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长蟹是用的母蟹 用的母蟹 对对对用母蟹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讲究的健康 讲究原汁原味 我们不加任何的所谓的味精 我们鸡精都不加 我们是用蟹黄 蟹黄 跟蟹膏去提它的鲜 对你可以尝一下它的汤头 对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的蜜汁蜜辣椒 蜜汁辣椒酱 对然后去调它的那个蜜味 那一般来讲这个也就是 现在大厨在后头整个的给它包好 对对对对 然后客人来的话 就一锅一锅给盛出来一次 来服务给我们所有的顾客朋友们 里头有什么呢 我看里头有马铃薯 就是土豆 有马铃薯 有白菜 有白菜 有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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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豆腐 有香菜 当然了香菜 其实一首歌的成功不仅是需要歌手在台前非常深情的演绎 更加需要非常多背后的幕后人员 那么这些幕后的艺术家们就是填词的人 说到填词的人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非常著名的香港的填词艺人林希 那么她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 让我们来先读为快吧 是这个鬼情诗 用自然之语 作我的天使 自己的弯爱 怎么相爱 怎么可给爱人好处 这千根重情书 再亦乱进去 与门线打算 我有它已靠 归家也不得的撇语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 朋友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环球抢签看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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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